這是我未來的新的小房間 現在要把後面這個 前方和留下來的貼紙切掉 開始囉 再來留下巴黎貼它的痕跡 弄完了 一堆都是巴黎的壁鐵 好 最後就是本刷 我現在整理這個窗台 怎麼髒 你看這裡 這是千年的灰塵 你看 這是千年的灰塵 啊 抽了的 OMG 接下來是把這一面衣櫥 前房客留下來這種 可拆式衣櫥全部拆光 GO 喔 弄完了 超髒的 好累 還想要掃這個很可怕的陽台 你看有頑強的汙垢 頑強的汙垢 超級髒 燒不起來 我現在要來補塗 買了一堆補塗東西 要來補這面牆的洞 這個等下要拆掉嗎 這個等下要拆掉嗎 它現在拆了還是等一下拆 要拆掉這個奇怪的洞 後面到底是什麼鬼的東西 這是一個洞嗎 這真的是一個洞嗎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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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要用我今天 割了這塊木材 等一下就是要把這一片 砍上去 這個是隔壁房子的 隔壁鐵皮屋的牆 所以我就住在這個牆的旁邊 然後我要把它 封起來 因為這邊原本是一個冷氣洞 可是冷氣現在在這裡 所以我剛去買 報紙的時候 我的室友就把 這邊裝好了 把它黏起來 噢 剛還有一個角 一個角一個角 然後我預計 正面前要塗白色 然後這邊要塗灰色的 確定喔 嗯 先黏在上面嗎 那你可能要把它抹平嗎 因為這是像外層 欸 木板掉下來了耶 對啊 那是木板沒緊嘛 內層還沒乾 是應該為什麼之前要貼那些東西嗎 我現在補土補到一個段落 這個洞真的是很難補 我剛剛補了差不多 就是這個邊邊全部都要唸起來 上面還沒補 我現在要補 雖然我的姿勢可能不是很專業 我終於補完土了 好累 我補到天都黑了 超黑 好 這邊已經補完了 希望明天週乾的時候 上色好上 這個洞也補了 可是好像還是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平 我們就讓它不平吧 欸 已經乾了 我現在要來用沙子把它打磨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痕跡有沒有 因為剛剛是探射 所以我換了一件衣服 鱼來刷 把它摸起來了 很滑順的感覺有沒有 有沒有 好 現在要來 倒到九分滿足 九分 拉它 有感覺嗎 嗯 很好 喔 有啊 拉也還好 好 好 蛤 那我塗在那邊 喔 刷完了 怎麼好像沒有變了 超級累 竟然要來塗正面牆 正面牆是 這個顏色 有沒有 灰 開開我們的灰漆 喔 會灰的 旋轉 看你大家還加我IG 耶 天啊 我的灰色好了 灰色很好看耶 灰色 可是這邊這個還是蠻明顯的 不錯耶 那之後就是等家具來了 家具來的時候我應該人不在這邊 人應該是在 超新後宮那邊 幫忙他們那邊辦東西 這邊的話 衣櫃在那裡 床在那裡 桌子在這裡 帶各位看看我現在 目前房間的樣子 因為我的家具來了 這家具 你看 從溪子那邊過來的家具 還有窗 然後因為這個家具 所以這邊啊 其實這一區 還有點亂 而且這邊好像還少了一些櫃子 所以我現在要去買一些櫃子 我買回來了 我買了超多東西 我買了椅子 還買了地毯 下來鋪地毯 但它沒有滿耶 好可愛喔 還不錯吧 等一下再架東西 喔 現在進度是這樣 沒有地毯 地毯我擺上去之後 我就發現變得很髒 然後顏色我好像選錯了 所以我剛剛看了很痛苦 我就把那個 把地毯拿掉 然後放回我原本的地毯 我原本的地毯就是這樣 然後我現在的角落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我的室友幫我做的畫框 我覺得超酷的 因為裡面原本是 我不要的衣服 很可愛 然後這是 很沒有組好的櫃子 所以它會 它會跳舞 然後窗簾我裝上去了 我覺得還蠻搭的 而且這個是我撿便宜喔 在IKEA撿便宜 這個好像才三百塊 是那個好像是二手的 快好了 但它現在還是會 地震的時候就會變熱 超虎 小虎異常的膽小 這是它的風格 你看它還在 它還在這裡 你看這邊是一個 會議座的概念 就這邊可以做 這邊也可以做 好 來固定吧 天啊 我們竟然鑽到裂掉了 喂 是不是還好喔 幹嘛 喔好了 它不會晃了對不對 喔喔 不錯喔 應該可以先放這裡 我現在要把這邊的 亂亂的東西 整理到那邊去 先把我的 一成二的漫畫 放過來 喔喔放好了 你看我這邊就 放了一個包包 好這邊其實它很空 就放 未來會用到消耗信用品 然後這邊是一些 筆記本 書這樣子 我這邊書好像比較少 還有小稿的書 因為很多書都在工作室 那邊就沒有書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小相框 後面是 一盆肉的漫畫 還有一隻 會唱歌的小貓 會唱歌 然後這邊我擺了這個 這邊可以剛好有那種 小掛鉤有沒有 然後直接掛上去 然後口罩就可以擺這了 然後再可以放我的 很久沒穿的褲子 好吵喔 你可以轉快一點嗎 好 我現在 要來把裡面 用一個很特別的用途 因為我就是看那個 Law Free House 他們介紹說 這裡面是有深度的 這裡面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比如說你的紀念品 或是你的票卡 或是 你不想要丟的電影票根 都可以放在這裡面 所以我就想說 這邊可以放一些 羅賴把 或是我的剪刀 或是我的美工刀 還有我的捲尺 然後喝完的這個也可以放進去 來放進去 你看這是之前人家送我的卡片 酷卡 就是這是以前我們的那個 問答題目有沒有 來隨便出一題 阿瑪最愛的是糟蒂 無論如何都很抵上糟蒂 錯 因為阿瑪會搶糟蒂的東西 呵呵 那個 人工旅遊的船卡 看起來 轉過來 喔是還蠻酷的 就擺這裡 然後這個是 我第一部拍的短片 一半時光 然後因為這次後宮很多那種 復原的問題 就是牆面斗 噴噴噴噴 所以我現在都用很多這種 無痕的東西 未來 要退租的時候 節省一點 工夫跟金錢 好 這樣子 喔 掛 耶 不錯吧 對 有沒有一個 高低差 黃金鐵三角 左青龍又買紅 我就是打算放那個 這種外套 就隨手一回來 就可以丟一件外套在那邊 這個被我當成垃圾桶在丟東西 這個是我的小抱枕 還有我的椅子 床 還有我的枕頭區 然後這個是那個衣櫃 應該會有人想說 我是不是就 不住在後宮那裡了 我是不是就拋棄貓咪了 其實應該 應該沒有啦 我也是偶爾會 回來這邊住 然後有時候基本上 也會住在後宮 那後宮那邊的居住 就不會只有我一個人了 這邊也算是我 睽違好久好久以來 第一個自己的小房間 因為從上台北以來 我就住在宿舍 然後之後就一直跟人家合租 當兵 當晚兵回來台北 就直接住在後宮裡 然後這真的算是我 第一次自己 有一個小房間 然後這個房間可以 都屬於我來規劃 然後 也不會有一些東西不能買 比如說像 這種抱枕 因為這種抱枕 在後宮就不可能買 因為這個抱枕一定會被貓尿 所以現在我就可以盡情的買這種抱枕 也許以後會有比較多的機會 在這個場景拍一些影片 以後有機會再介紹 這邊有一隻貓叫喬狐 有機會再介紹它 它是一隻很怪的貓 那我們下次再見